Apa Kata 我是豬豬愛小草 最近已經被自國燒烤給瘋狂的洗腦了 所以今天小草 我要來復刻一版足不出戶版的自國燒烤 好我已經準備好了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所有材料 首先就是這個家瓶版的小炭爐 然后呢以及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肉 肉有牛啊有阿羊啊有阿鸡啊 最重要的就是大葱 这个一定要哦 这个是灵魂 以及我们的烤饼 让我们开始吧 好现在我们就把生肉肉给上锅吧 好在等待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要来调这个自薄烧烤 最最最灵魂的酱料啦 首先呢就是有这个烧烤风味蘸料 以及必不可少的纸然 然后还有辣椒粉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放多一点 我感觉这一盘东西都够我下白饭了 下白米饭吃一碗了 耶经过漫长的等待呢 我终于把第一炉给烤明白了 首先呢要拿起一块饼 然后要非常有仪式感的把它叠一半 再叠一半 接着呢就在这个双面的这个折叠处 粘上我们的灵魂 这样吃 把喜欢的肉放上去 我的饼破了 没事 我们可以拯救它的 放上點大醋 來咯 我怎麼把它吃成了 墨西哥捲餅的吉士館 是這樣子的對吧 變TACO了 山東TACO Let's go 太好吃了吧 Oh my God 好香啊 再加上那個肉 等一下 大蔥這時才慢慢的從口腔裡蔓延出來 爆炸香 嗯 好吃 接下來馬上來第二個 炸肉餃 好吃好吃 好我這一次呢 除了要很多很多肉 放在一片餅上呢 我還要加上來自馬來西亞的 森巴醬 醬醬醬 哇 讓我們來一起感受 不同文化的碰撞 來試一看到 到底好不好吃 如果好吃的話 我就推薦大家也去試一下 就是這個味就是這個味 其實這個醬真的很好吃 其實這個醬真的很好吃 一般我們還會配那種小魚乾一起呢 來炒一炒 它是真的 就是如果喜歡吃辣 那又喜歡一些甜甜甜辣甜辣這樣子的 就很適合吃這個醬 真的很有那種東南亞風味 那我們來試一試哦 不知道會不會失敗哦 好前味的吃法 來 來囉 哇 呀 哇 啊 啊 哈哈哈哈 我覺得 不管怎麼說 這個醬真的太萬人了 這個餅跟這個肉跟這個大蔥搭配 它就是天生一堆 你知道嗎 不管你用什麼醬 我覺得都是會很烤 馬來西亞的燒烤就是很多的咖哩醬啊 然後有紅色咖哩醬 黃色咖哩醬 然後還有沙爹醬 沙爹醬就是特色 然後一定要配那個洋蔥 你們是大蔥 我們世界是來洋蔥的 也很好吃 一定要去馬來西亞試一試哦 好啦 今天的挑戰跟嘗試呢 還有分享 就到這裡啦 讓我知道你們下一次還希望小草 為你們嘗試些什麼 請打在公屏上 或者是在評論裡 我都會看哦 我們下一期再見啦